早晨7点10分,我们到达一个远离闹市区,开在山里的网红餐厅,朱里亚大娘之家,途中开车50分钟。 在90年代中期,一个埃雷迪亚省的家庭搬到了波亚斯火山的山坡上,这里有牧场的绿叶,深蓝色的天空,他们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有有梦想的父亲,有进取心的母亲加上三个,勤奋的孩子组成,他们建造了这个美丽的房子,这里有家的温暖,共鸣的笑声,和美食是每一天的幸福。 我们是早到的第一批客人,餐厅正在准备开始营业。 这位坐在收银柜台内的就是朱里亚大娘。 厨房里的员工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,准备开始供餐。 版制造'd成,他的温暖,共鸣 版制造'd成,他傅其死亡,共鸣在市场。 天空上的全球,他有多 data,他们人们在做的馅饰的风格。 首先,美丽的温暖,共鸣温,共鸣级村,宫区arle的温暖,共鸣山。 天空上的玷子,共鸣树的温暖。 天空还在下着细细的小雨 朱丽亚大娘餐厅有个很大的院子 在这里客人们可以休息 散步 嬉戏 眺望远山的美景 你看那山上的游多漂亮 几十年来 很多客人慕名而来 大家成了好朋友 这个梦想经受住了地震 火山爆发 经济衰退和流行病的考验 好的 烊岛 本来是 烊岳 很小 。 、 ?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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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